吃过晚饭, 饭气共心 跟大家讲一下每天的感受 首先现在就是夜晚 因为我现在日夜瘋到毛 我叫日夜瘋到毛 即是日头当夜晚, 夜晚都日头 很精神的 精神到今天早上的八九点 甚至十一点 十一点左右 即是我的下午, 我就睡了 挺有趣的 即是香港时间 今天就想讲一下唱好年代 话说有一个Facebook群组 叫做执币关注组 我自己没看 之前有个Youtuber叫Mihibi 也是走过这些死场 都被人予以警告 被一些五毛 那些网军警告过 这个执币关注组 都被人照料了 很明显 早前 他其实没有的 他也是在Facebook群组 币关注一些 可能倒闭的消息 香港真的很多店铺 倒闭的 你香港这个大都会 谁知道 谁知道 被你一夜 一夜 就 红爆这个网络 有三十多万订阅 接着 接着 当然有关人事 就会关注他 就说你干什么 你唱醉了 你怕不怕坐牢 应该类似是这样 警告过他 很好调诡 接着他就 改名 应该不是closed 不过就想改名 接着往后就讲一下 不是倒闭 亦都讲一下 一些开张的事 香港生意 现在连讨论都不行 你只能唱好 不可以唱醉 某某餐厅收拾 现在你的新闻 写线稿 或者是 新闻的从业园 是死了 某一家大企业收拾了 我写不写好呢 我报不报道好呢 报道 之后又被某某方人士警告 又说你干什么唱醉香港 唱好 如何唱好呢 如果一家企业收拾了 应该是这样说 某企业 就赚够了 所以收拾了 他们觉得 香港的经济 十分之好 已经 赚了五年至十年的钱 多谢香港人 所以结业 是否要这样写呢 才能够出呢 首先 现在香港 没有人 即是怎么说好 没有什么人 可以 即是怎么说好 值得去拘捕 虽然二十三条 立了 都未有洞政 但 喂 那你知 人的attention 是会转移的 对吧 那 23条 拉不到人 那我们看看 有没有人唱坏 香港 唱坏就拘捕 不是拘捕 即是 温馨提示一下 所以香港 越来越 难说真话 首先 撕掉这件事 是客观事实 即是 你撕了拍张照 那是真的 死场 进去拍 是真 那时候我也行不少死场 但这么说 即是 香港有死场 都不是什么 出奇的事 即是这样 即是这样 即是你说 现在是不是那些墙 即是 一个个这样 变成死场 又很难说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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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与活 那你英国 不是更多死场 对吧 我们大把 那些历史建筑 是荒废了 对吧 那又不代表一个 地方的经济 但是 譬如 他执的关注组 其实他都没有所谓 我相信都没有所谓 唱衰 只不过 大家留意一下 那里就执了 那你就去吃 最后一餐 在那里 或者战行 都可以 其实 看你怎么想 其实 是你悲观 其实 执的关注组 说客观事实 有什么悲观 人都有生与死 一生一死 这些很不奇怪 你执完就可以再开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他不需要改名 名字 也打到几响 几十万订阅 不过不要紧 他现在很明显 好像 其实以前有一宗也是类似 即是黄转蓝 以前有一宗就是 这个阿波泰 阿波泰经典 看着他 是很黄的 后来 被人温馨提示 到 他也转蓝 被迫转蓝 甚至可能是蓝 都不出奇 都回不了了 说好香港故事 突然之间 说这些东西 这些关注组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是被人温馨提示 叫他省定些 人家在守正 那些国安队 在上面 你是不是想煽动 煽动些什么 你又说不到 因为煽动的线很阔 煽动香港人不开心 是吧 就是你执了一粒 那些人就说 为什么执了 很不开心 很恶言 你都可以煽动 是吧 如果你香港 那么敏感的话 其实任何新闻 都可以令到 香港人 都可以令到 香港人 是不开心的 或者是愤怒的 例如 刚才 我做直播 在这里讨论了 一个华蜂大厦 都不开心的 又煽动我了 BBC 说打仗 俄乌 巴勒 巴勒斯坦那边 又不开心了 那你怎么办 难道 人世间得开心的东西 就没有不开心的东西 是吧 其实神 就是创造我们 必定是有两个区间 开心和不开心 悲观与乐观 现在香港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说好联代 或者叫做唱好年代 你就不能唱坏的 可能搞笑 在我们以前 是不会有这种 的想法 或者是 感觉 为什么不可以说 好的东西 就说一下 坏的东西 只不过我集中坏的东西 就说一下 对不对 我集中坏的东西 就说一下 我违奴 我自己开个Facebook群组 我违奴 你又说我煽动 这个是很奇怪的 对不对 我煽动什么呢 令到他的情绪 感到唏嘘 也是叫做不好的 香港人就越来越像北韩 北韩就是 李金正恩叫你笑 你就笑 哭 你就立刻要哭出来 这些都是很极权社会 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现在香港是步向那个方向 早前有些人说 Hong Kong is over 已经是game over 现在也是罪 早前有个年人说 香港就快要死了 都坐牢了 坐四五个月 很多这些 我知道你有些东西不让香港 我明白 我没有说光时 香港是否国家 我不想 独立 我不想 不提 我说一下我旁边 下面的店铺 可以吗 是不可以的 你开张就可以说 倒闭就不可以 这个世界就很吊诡 譬如画风那里 你火灾 做什么 难道不播 这个是最严重的 好像以前赤諾贝尔事件 以前俄罗斯那边赤諾贝尔 爆了 当没事 核泄漏 核电厂爆炸当没事 令到很多人死 现在类似是这样 其实俄仔也试过 俄仔不是做歌牌音乐会 他也是 那时候美国佬收到风 就说 温馨提示 你美国人 俄仔 我们收到风 那些人会做事 叫那些人不要出街了 结果真的出事 是吧 接着俄仔的心态就是 你始终唱好 不能唱 哪有壞事 我们俄国 是不是很熟面 这个就是 当你的事情发展 就会形成那个趋势 你报喜不报忧 所以所有壞事都不说 所有那些 比如我们不好的事 悲观的事 壞事 可以偶然看下 可以激发自己的 我觉得是一个危机意志 就是我们人类一定有的 你没有危机意志 那你就下下 很乐观地想 结果失败了 你又怎样 是吧 好像今次华锋 是吧 那都是一个警醒 那些教楼大厦 怎样可以管理得好些呢 减少这些灾情的发生呢 等等 这些其实你是 每一个悲剧 每一个不好的事 都可以反省 那现在你不让人反省了 就一尾看好了 那社会其实不会有进步 而且很像一样 好像我当年 现在香港也还有的 就是那些传销 那些什么 以前那些香薰那些 又是那些 你去到那些讲座 就会说 我们很好的 你做生意做上去 会升着时的 然后又带小的 有下线的 你又变成上线 有钱齐齐分 不会有坏东西 总之不会虧的 这些是很古怪的思想 你去赌场 你去赌场 大与小 你去赌场 你去赌场 一定会赢的 你去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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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有点相似的 现在香港的意识 是有点奇怪的 甚至是 你去赌场 就会煽动 我真的不敢包 譬如我今天一集 如果我在香港出场 会不会变成煽动 你都不知道定义是什么 你去赌场 总之你在香港赌场 就一定会赢 楼价一定会升 股市一定会升 但你结果全部都是跌 又倒下又跌 不让提 不让说 早前 Coco哥都经常说 香港楼市跌很多 现在不让提 不让说 我就这样拿着一条YouTube影片 然后告上法庭 也可以拉 很多人 YouTuber世界很多人可以拉 有什么人可以拉 我想图结也可以拉 Coco哥也可以拉 細娘也可以拉 全部人都可以拉 所以为什么YouTuber 神祖要走 你基本上每一句都在唱衰 基本上是在報新聞有時都是報一些危機或危險事件 只是這樣 香港哪有好新聞的 好新聞 你就吹吧 人們都不看 好像我之前說過七攬也是奇怪的 新聞大肆鋪槍說七攬是甚麼城市 你下街抓人 問問他甚麼是 rugby 甚麼是七人籃球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認識 我當你的球場滿了就怎樣 That's it That's all 即是你所謂的城市 沒有人想知道 別人質疑 關注一下小店 三十多萬關注 更好笑 湯文亮就說 是一些移民寄人 看了很開心 關甚麼事 現在香港很多新聞都是關於移民潮事 這是一定的了 不用說了 但是新聞是隱瞞的 隻字不提不說移民 就全部說 不是呀 那些人回到大陸 不是呀 你們唱衰 沒有人移民 現在這樣 是少了的 現在移民的人 但是想移民的人多 現在香港發生甚麼事 想啊 思想的多 現在最出事 就是如果假設 我想想移民而已 沒甚麼要做 先想想 跟朋友說一下 上網貼的post 我打算移民 遲些 如果你這樣移民 這條街線越來越模糊 越移越想 就說 哦 你家裡 想移民大計 煽動 煽動 我整個移民群組也可以 即是移民關注組 那樣 討論一下 每日有多少人流走 這樣 哦 煽動香港人流失 又可以抓 小側 封台封板 大側真的可以逼你坐牢 現在香港 都不需要動用那些甚麼 國安法 甚麼23條 他說是呀是 現在 我們都知道國安法23條是甚麼 總之他說是呀是 因為煽動是勁闊的 其實人世間所有事情 都是跟煽動兩個字有關 本片 這條片 煽動的是甚麼 即是一種娛樂的煽動 為博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疑嬰的人的感受 一種心靈雞湯形式的片 都是一種煽動 煽動你們的情緒 煽動你們的心靈 煽動你們的心靈 又可以抓 是吧 真的 即是任何事都可以抓 那下面 以前呢 我住公屋 旁邊有很多車 那些車搞得我很煩 很吵 整棟大廈的人都可能很吵 聽到那些車的聲音 哦 煽動 那些車的煽動 即是香港人的心靈 搞得我不開心 那我可以控告過司機 即是很多這些歪理歪論 現在想像是很歪理 但未來幾年 是會越來越 糟糕 直接是越來越無理 即是這樣 越來越 我也不知道怎樣用這些形容詞 總之你不能用好 即是你現在只能夠用一些好的形容詞 去形容 壞的形容詞 你不要用 會坐牢 在香港 但在英國當然我暢所欲言 那 即是 所以每日 即是每日一笑 即是香港是提供很大量的笑話 即是繼這個阿里王子之後 還有這個周六關注草 又是一單笑話 無限的笑話 所以在我移英的過程 都是 即是看香港新聞都是一種心靈計劃 多謝收看 拜拜 拜拜